互相確認情況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升溫 不只台商不去中國 就連歐美日本人也都不敢去 但企業要運作只好改採視訊會議 視訊會議透過裝置可以連到世界各地 最多可以24個點同時連線 還能輕鬆簡報 有別以往的通訊軟體設備更完善 跟面對面開會一樣流暢 辦公設被業者代理搭上防疫商機 循環度大幅提升 你現在要去中國大陸開會 可能很難的一件事 因為你也過不去 而且你過去你要回來 你可能要被隔離個14天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視訊系統 其實就可以免除這樣一個煩惱 林家電腦品牌同樣看上市場 跟視訊軟體合作 結合旗下的設備打造會議系統 最高可以49人同時在線 畫面依然清晰 最酷的是設備不限電腦 平板手機都能隨時加入 目前在測試階段最快三個月內正式上線 視訊系統穩定方便 但如果小型企業沒有預算 專家點出還是有其他選擇 你用一般Skype然後ROM有免費版 然後你再配合比較好的手印設備 或是視訊的設備 其實一般小公司也可以建 那大公司要的就是會更完整的 更完整的線路 穩定性還有更多的功能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企業啟動防疫機制 在不面對面的情況下 維持公司穩定發展 視訊系統意外成為口罩之外的熱門產品 參訊完林明達方向台北部島